澳门上个月博彩收入是去年9月以来最低 分析就认为博彩收入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 下半年有望好转 澳门上个月发生一家四口确诊变种病毒个案 当局随即收紧出入境安排 并封锁大部分的娱乐场所 虽然赌场未有关闭 但仍然拖累澳门8月的博彩收入 录得只有44亿澳门元 即使按年升2.3倍 又好过市场预期中位数的升1.7倍 却是至去年9月以来最低 今年首8个月博彩收入有超过619亿澳门元 按年升七成 现时澳门疫情缓和 娱乐场所关闭禁令已经解除 上个星期三当局也放宽 经广东入境人士检测证明至7日之内 但有分析认为事件影响市场气氛 加上暑假旺季已经过去 预计全年澳门倒收不够1000亿澳门元 未来九月十月甚至下半年是会慢慢好转的 我相信如果不出大问题的话 八月应该是今年最差的情况 现时暑假这个档期没有了 九月内地学生又开学了 一般来说都是淡贵来的 九月我相信都不会说recover得这么快了 全年暂时预计不及1000亿 980亿左右 恢复到2019年同期低 有33% 另外澳门连接珠海的粤澳新通道 将于下星期三正式开通 但分析认为只有在疫情完结 出入境管制加快放宽之下 这些基建才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效用 无线电视记者盧佩欣报导